这一百万呢 我也不能要 乔林呢 我也绝对不会离开 那你一进去不知去发酒呗 叔叔 你看我尊敬您啊 您是乔林父亲 我叫您一声叔叔 我现在是缺钱 而且吧 也被前妻骗了 把所有钱都带走了 你还给我过来 叔叔 你没事吧 叔叔 不好意思 叔叔 你别激动 行行行 我不碰你啊 别激动 叔叔 你看啊 我是离过魂 我也缺钱 但是我对乔林是真心的 我也赚过钱 只是现在遇到个坎 但是你相信我叔 我以后一定会成为让她骄傲的男人的 你最嫌钱少呗 不是这个意思 你钱要多少 开个价 只要你离开她 咱们倒好她 叔叔 爸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 这个桥段也太土了吧 你别说话 让她开价 那 一个亿 什么 你呀 不是 开个玩笑 开玩笑的啊 我就是想打开一下这么尴尬的氛围 谁跟你开玩笑 叔叔 说实话 就您真给我一个亿 我也不会离开乔林呢 我们现在电商公司做得非常好 您相信我们 不久的将来 我们能拿这个数孝敬您的 哼哼 我也活不到那天了 爸 你说什么呢 哼 我也看出来了 要你死心 也不可能的了 你先出去吧 我跟这小子好好聊一聊 那你们好好聊啊 你别脑枕这一处 多涂呀 行 没事的 但是这个就答应了 那我怎么可能看上他 行 没事的你出去吧 那我出去呢 你跟我办好好聊 行行 你看咱们都是男人啊 你就说吧 我到底怎么做 你才能答应我跟巧琳在一起 行 那咱们就来个军事协议 你要能答应我这三个条件 我就同意你俩在一起 行行行 别说是三个 你只要同意我们在一起 三十个 三百个我都答应你 年轻人你都不知道 我三个要求是什么 你就答应 你做事向来这么鲁莽吗 这个也不是叔 我这不是看您吐口了吗 有点激动 三个要求都写在这里了 完成一个才能打开下一个 叔叔 你的电影是真没少看的 你说什么呢 没没没 我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还有个前提 在没完成任务之前 不许见他 那这个